大家好 歡迎收看《網時事》 我是李思 今天是12月15日 和大家看看幾則重點新聞 本港院社業界人手嚴重不足 政府已在明年第二季 推出特別計劃以舒緩人手方 精簡程序以及根據彈性輸入護理員 案勞服務協會秘書長陳永舟 今天在電台節目說 不少院社以月薪14000至18000元請人 但仍然請不到護理員 有關計劃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可以舒緩護理員不足的問題 同時有助避免行內出現惡性競爭 對於輸入外勞這個議題 社會一直存在不同的聲音 有議員說這樣做會造成惡性循環 除了會令本地從業員的生計受到衝擊之外 院社服務水平亦無從改善 有輿論就認為過去礙於勞工團體的壓力 輸入外勞往往被視為是洪水猛獸 難得今次政府頂著壓力賣開一步 做法值得肯定 除了舒緩院社的人手方 建造業、醫護介人手不足的問題 更加應該受到政府的重視 好了 轉看看美國總統拜登 星期三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 美國非洲領導人峰會的時候 公布一項加強美國和非洲之間 貿易關係的協議 並揚言美國會全程投入非洲的未來 外界認為這樣做是美國試圖抗衡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 而在峰會前夕拜登政府官員說 這一節的重點不放在中俄的非洲影響力 而是在改善與非洲領導人的合作關係 但是內地就有輿論就說 這件事在第一天就打破了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在與多個非洲領導人舉行小組討論的時候說 中國對非洲的經濟影響力每天都在上升 這樣將會破壞非洲穩定 內地官媒評論就認為 美國在對非戰略上打了一個死結 它將目標設在阻止中國在非洲大陸的發展 而不是幫助非洲國家應對發展難題上 這樣從根本上違背了非洲國家的意願 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中國作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亦都是非洲最大的投資來源國之一 為非洲帶來幾百萬計的就業機會 同時換建醫院、高速公路、機場、體育場等等 非洲國家希望與美國搞好關係 但是不想以破壞中非發展合作為代價 過去美國將非洲大陸 看成是一個令它嫌棄和需要解決的問題 現在就當作大國競爭的棋子 從來沒有真正將非洲當成平等護利 相互尊重的合作夥伴 對這一點 不僅非洲國家都有切身的體會 國際社會或者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了 轉體下 南韓政府為了提高生育率 當局發布新的生育政策 從下個月開始伸似父母津貼 令到育有幼兒的家庭 不論是收入和財富 每個月可以領取70萬韓元 即是大約4,177港元的津貼 在南韓去年總和生育率 只有0.81創歷史新低的背景下 當局在今月13日推出該計劃 提出未來5年保育服務發展方向 重點在於加大支援力度 提高面向育嬰家庭的綜合支援 和保育服務質量 不過當地人對措施的反應就很冷淡了 有市民說 比起政府的生育津貼 實際需要的撫養費是2到3倍以上 生兒育女是很大的負擔 另外有在職媽媽就說 如果生小朋友 女性的社會活動會受到阻礙 很多女性為了生計 都不想為了臭兒子而放棄工作 認為政府的津貼不會有太大的幫助 好了 今集的東網時事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